請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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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遼中庄居民找上檢舉男子 眾人氣得圍毆他 都罵他這麼愛檢舉 違規停車已經一起勾奮 你怎麼家家已經勾奮了 要啊 他要跟他講 他要開我們的社會 有沒有好多門講 檢舉男子的家人 為他出面跟鄰居協調 警方也到場處理 最後檢舉男子承諾不再拍帳 這才平息眾怒 其實檢舉達人被揪出來 痛罵或者是痛比一頓的案例常有 而這次則出現在高雄大遼 就有PTT鄉民自稱是檢舉達人 為此PO文宣戰 這名檢舉達人說 曾經在高雄市五福路上 看到年輕女騎士 為了閃並排圍停 反而被公車撞死爆頭 死者母親到場當場崩潰 當時圍停車主卻辯解 只是停車買個麵包 讓他覺得違規真該罰 因此他現在一天檢舉15到20件 放假起碼拍個50件 這次又因為大聊檢舉達人被打 決定加碼到單日破100件 對交通是會有些改善沒錯 對 但是如果自己被檢舉 還是會不太舒服 我也被偷拍過啊 但是我覺得是你自己犯錯 所以沒有辦法 高雄檢舉達人全面開戰 其他鄉民也叫好喊支持加油 儘管違規車主被檢舉罰錢 心裡很不舒服 但像是之前有富人騎車 為了閃圍停的休旅車 也慘遭殺石車碾壁 因此不少民眾就認為 圍停危害到交通安全 影響無辜民眾的生命財產 本就該被受罰 因此大聊居民的私行正義 恐怕也不該因此被合理化 記者陳鼓民高雄報導